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6月28号 是尼萨啊 之前啊 江西不有一个就是说那个吃出老鼠头 然后说是鸭脖嘛 然后最后官方确认了呢 是这个老鼠头 是鼠头啊 那结果呢 到了昨天啊 6月27号重庆市秀山县中医院餐厅的这个食堂的这个盒饭当中呢 也吃到老鼠头 是一个呢 这叫芋头 芋头鸭脖 好像是 也是这个好像 芋头烧鸭 芋头烧鸭 在芋头烧鸭里呢 吃到了老鼠头 那现在呢 很多人就说 这是食堂的问题 还是这个卖 卖这个鸭块的那边的问题 现在不知道是哪的问题 这到底怎么回事 说怎么也出来这东西了啊 那当地官方呢 也是迅速调查之后呢 马上通报啊 当地呢 是秀山县 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 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啊 进行调查之后 认定吃出老鼠头一事 属实啊 后续责任正在和公安机关呢 对接调查此事 有处理结果后 会马上公布 啊 所以呢 我就说呢 中国这个事呢 就是这样 就是他头一次呢 其实 嗯 他学着不吃 鼠头来了吗 然后闹 闹完之后呢 是食堂的人呢 把那老鼠头给扔了 拿了个鸭脖去骗那个 我市场监督 但是呢 市场监督管理局也没看事 也没啥的 就那么呢 就敢 就敢给认证 结果呢 无纱帽丢了啊 呃 所以呢 有时候我说 我说中国的官员就这样 就是说 你其实都不需要什么坐牢呀 这个那个的 根本就不需要 你要几个问题 实际上 你就让他乌纱帽丢了就行了 撤职就行 就一个撤职 这个中共的这个官员呢 把这个 把他的这个这个官衔啊 这脑袋上的这个乌纱帽啊 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功名啊 知道吗 看的比命还重要 你知道吗 就这个乌纱帽不能丢 你知道吧 为了保证乌纱帽 他也会这个 尽量努力的去解决这问题 所以呢 上次那个事完了之后呢 你看这一次呢 二话不说 去了之后 马上一拍抓个现行啊 就说老鼠头 没错 没跑 就是老鼠头啊 哪里跑 那设施医院的行政办公室说 说正在调查 食堂呢 是通过正常流程的 招标的 不是我们医院的部门 还在调查当中啊 但不管怎么着吧 终于呢 这就是二话不说呢 就认定了 是老鼠头啊 没跑啊 因为现在呢 也是因为他都是有这个手机嘛 你知道吗 他当时呢 就这个拍照片 当时呢 就发这个视频 所以呢 你后面你一件想狡辩呢 他也不好狡辩 所以呢 现在这官员们呢 也是去了这二话不说 先给他拍住了再说啊 那基本上不管怎么着吧 我认为这还都是呢 一种进步 那之前呢 出了这么一个搞笑的事情 对吧 直属为压啊 但是后来呢 官方也认定的是老鼠头 然后呢 相应呢 也做了这种撤驰啊 查办的这种事情 那后面呢 再出现类似的情况呢 还是有了一个就是比较 我觉得正常的一个处理 一个处理方式啊 这也算是社会的一个进步 所以呢 我就说呢 有的时候我经常说 我说 其实我还是比较支持的 我说我是一个温和的改良派 对不对 我说我其实 我不太支持那种暴力改革啊 我经常说 我说我温和改良派 我觉得这就属于一种改良 社会的小的 一点点的小的升级 小的补丁打上去 我觉得就 社会就这么一点点在进步的 而且呢 我觉得呢 就是说中国虽然不存在有第四权 但是呢 老百姓现在每个人手里都有一个手机 都可以拍了照片 拍了视频的 发上网 那所以呢 实际上每个老百姓呢 都是一个自媒体 实际上都起到了 对这个社会的有一个监督作用 你要放以前 由于他没有手机 他只能就这么说 对不对 然后最后官方呢 说呢 是看错了 是这个压缚 你也不知道 但现在因为有手机 能拍了照片 能拍了视频 想掩盖的掩盖不过去 对吧 其实这就在呢 就是说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科学进步 然后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 每个人都有都能买了起智商手机 每个人都能用起智商手机 每个人都能上上了点网 那这个社会呢 就在倒逼这个社会进步 就是苍领师而知礼 衣食足而知荣辱 其实这个呢 不是一个坏事 我觉得社会呢 就这么一点一点一点的 用那种比较温和的方式去进步 我觉得其实也挺好 比那种暴力的革命的 我觉得可能社会付出的成本更少 然后最后呢 起到的效果呢 大家可能更满意一些 好吧 当然呢 我只这么说 又要挨骂了 这个暴力革命的特别多 暴力革命的风子特别多 天天一定要这个拿起枪来 要怎么着 要揭竿而起 那恭喜你们 你们抓紧 等你们国民成功的时候 就记得通知我 好吧 那这些讲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